纽西兰大选最新计票结果出炉 执政的国家党在120个国会议席当中 拿下58席或46%的选票 反对党攻党45席35.8%选票 纽西兰第一党和绿党则分别获得9席和7席 由于没有任何政党议席过半 因此第一高票的国家党必须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纽西兰总理英格利斯已经表明 准备在今天和纸获得9席的纽西兰第一党党魁彼得斯磋商 一起筹组政府 对此彼得斯说他还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电话 他会先和党内成员讨论后再做决定 由于还需要点算海外选票 因此这场选举的正式投票结果将在10月7号才公布 MTV7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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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